小天小天 姑娘你跟好消息你讲 什么好消息啊 老爸记着我家在哪里 真的 原来正好 地址搞到了 我买的东西寄过去 平时给钱的话 老爸也不要 二十点钱啊 大二天在买什么东西 给我爸妈买的牛奶嘛 然后他那边吃饭也不太方便 买的椰卖 买的可以冲的东西过去 这个就是我爸的地址吧 对 牛奶买好了 咱们的那椰卖东西 不然平时他们也不买 对他们的太远了 天上也不管够 就像早餐能吃的东西 就黑色营养一点 买瓜黑了买瓜白的 地址背心出来 行对的 还要不要买点什么其他东西 买点那些 卤士粉啊 酥辣粉那些东西嘛 买点点笔鞋的吧 买点早餐配的笔鞋 打个电话跟我妈说一声 爷爷在忙着 你看爷爷 哇 叫米鞋 这话都没有啊 买过买的车里挤过去的 你都把两个吃饭 你再来一碗饭 平时买的也买不到 我买了两个牛奶 然后买的鞋 买的笔鞋也得挤过去的 好了两下都好了 我买过来聊了 我听着这八个事情好吗 等着八十两点 你平时也不再玩个买 八不就玩一把他买的脑 看他地方听得很 你吃点都没有 买的车里酸 你比较你胳膊车压 把牛奶把鞋泡泡泡 然后切自己的 买的鞋鞋就装着 比方不怕你平时跟鞋 你从来没有过去 我自己心里也说不得 有啊 现在还没脱 水果流来的都有 好吗 我家中烧锅了 你中不还没吃吧 我切的都没吃了 没有 我早点干 我妈上烧锅了 中烤鞋没了 这一下肉也没了吃 是 就是 鞋鞋 我吃完 就是 有 超乖 我就 在 这几位 但是 我